歡迎收看 世代對話邀年一起來 對話 我是鄒族的達尼布 立法院第十一屆 第一會期在二月二十號正式展開 那麼這次立法院首次 藍綠白實質三黨不過半 國民黨五十二席加上兩席五黨籍 算是有五十四席的實力 那在民進黨五十一席以及民眾黨八席 看起來不再是一黨獨大說了算 那根據立法院的規劃 在二月二十九號會舉行立法院八個常設委員會 的招委選舉 那各陣營也積極安排 各委員會的立委名單 那各委員也都有各自想要防守的委員會 那麼這幾天立法院的發展 訊息也是非常的多 因為依照慣例過去各委員會 基本上都是藍綠各一席招委 但是因為這屆有民眾黨的加入 在招委的部分有傳出 藍營釋出善意要禮浪 那這個招委藍白有沒有可能合作的空間 那怎麼合作 還有帶來觀察 而新科原住民立委如何看待 這次的新國會組成 以及有哪些要持續關注的原住民族法案 那原民立委真的是 是否真的可以成為關鍵少數來推動法案 那麼談到法案 雖然說現在是看守內閣 但日前行政院在五月二月十五號 新春開工就召開了院會 並且拋出野保法 還有這個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的這個部分修正條文 未來將送立法院來審議 針對未來這個敘事待發的國會 我們今天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立法院第十一屆的 新科立法委員 吳立華 曉得 三包馬卡納爾 大家平安 我是吳立華 委員好 那第二位呢 同樣也是立法院第十一屆的 新科立法委員 來齁 那第三位呢 是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理事長 陳敏遠 敏遠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敏遠 那謝謝今天三位來賓的參與 進入討論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段報導 一號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落幕 分別由國民黨的韓國瑜 江啟成當選 而立法院長不是只有在一場 秋垂更擔任立法院會 與全院委員會議的主席 接待外賓來訪 立法院等等 在黨團協商上 院長可以主動召集 或是由各黨團請求院長 召開協商會議 遇到爭議法案時 也將擔任會議主席 負責朝野協商 若協商人僵持不下 最後通常也會由院長才是 不過立院龍頭由藍營拿下 未來又該怎麼合作 以我自己過去四年的觀察來看 我倒覺得說其實如果院長 也許是其他的小黨來當 或別的黨來當 我會覺得其實 扣分的狀況會少一點 雖然我們都分佈在不同的黨派 那但是其實只要原住民相關的議題 我們不用特別討論 我們就是很有默契的會合作 所以這一點大家是不用太擔心 進一步看到新國會113席 藍綠營各佔52席和51席 八席民眾黨兩席無黨籍 其中原住民立委有六席 另加一席列入部分區 總共七席 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下 對原民法案堪稱是一線升級 我在第八屆的時候國民黨執政 對原住民族的權益 這個不重視的政務委員 我們也曾經這個在立法院 很強烈的給他質詢 希望大家能夠拋棄政黨的考量 要以原住民族權益為第一優先 所以我會盡這個不會做到的 這個資源來尋找各部會的一個支持 當然我還是以原鄉的醫療 或者是原鄉的一個所謂的在地產業的復甦 或者是持續永續的這個發展 來做我的最主要的一個訴求 不過這次國民黨政府院長都手穩五十四票 其中兩票來自五黨籍立委的支持 選前國民黨黨團三長就曾拜會過五黨籍的高金素名 就在立委報導及立院龍頭站當天 高金更在宣誓完後 在議場外和韓國瑜以及族人見面 並一起唱我們都是一家人 也透露有意在立院組成原住民黨團 更獲得藍營支持 只要原住民族的立委提出的好的法案 那我一定連署跟支持 我想這也是我們主席很期待 我能夠在原住民方面投入的一件事情 三黨不過半似乎也成為佔全國人口二點五化的原住民 得以透過民意最高殿堂 推動與社會共同前進的突破口 心血注入老將引領國會新會期 原民先鋒 敘事待發 好 回到節目現場 剛才看到是立法院在二月一號 新科立委報導當天 也選出了立法院政副院長 由國民黨的韓國瑜和江啟臣來擔任 那也分別訪問到七位新科原住民立委 今天有兩位在我們現場 政委員是老將還有吳議員 是展開了第二任 那我想先請教政委員 就是我們在討論到這一次 三黨實質不過半 委員自己是怎麼 過去的經驗 您怎麼看這次的這個局勢 新局面呢 因為我在中央 聯民會服務很多年 然後也從第八屆開始當 擔任立法委員 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 在過去在第八屆之前的 原住民的立委 基本上的合作的情況比較多 最起碼一開始這個 這個新的一屆一上任之後 聯民會的主任委員就會邀請 這個所有的原住民的立委 大家吃個飯聊一聊 然後看看怎麼樣去交換意見 幾乎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產生共識 從過去的立任的主任委員 都會有這種情況 第八屆造成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很...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從第九屆開始 第十屆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機會 這個所有的原住民的立委 然後一起才討論 然後是一起交換意見 幾乎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個是一個需要審視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以這一次的三黨不過半 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原住... 如果按照我過去在立法院 或是在中央聯民會的經驗 如果我們原住民的立委 能夠團結的話 我們有很多的重要的法案 我們如果能夠拋棄政黨的立場 而以原住民族潛意 為最優先的考量的話 我們會有很多希望... 希望這一屆能夠通過很多 我們非常非常期待 重要的法案 吳委員你怎麼看這一次 三黨不過半的情況 這個原住民立委可以發揮 什麼樣的一個功效呢 那基本上 剛才鄭委員所說的 我想任何一位不分政黨 所有的原住民族委員 其實只要是對原住民族好的 這一些相關權益法案 一定大家都會連署 甚至是各自提案來促成 那大家一直會很期待說 這一次的民眾黨 那它有巴息 原住民也不遑多讓 我們有七十 所以如果說按照目前 立法院的一個組織法 我們知道的就是 三個人以上就可以組成一個黨團 那現在目前的狀況是說 立法院最多可以組五個黨團 可是實際上就是只有 國民黨團跟民進黨團 還有民眾黨團 那至於無黨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大家湊一個 所謂的政團 那這個政團呢 基本上它的權益 例如可以分配到辦公室 可以有所謂的公費 助理的費用等等 其實是準用跟黨團一樣 那只是說現在大家有在討論 那到底這個部分 原住民能不能夠 出來組一個政團 現在大家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按照目前的組織法 我們能不能這樣子做 那大家都各自有所屬的 一個黨團 那我們脫離出來 會不會怎麼樣 又或者說 其實我們是可以勇敢的出來 但是大家會不會 受到自己黨團的一個處分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這件事情 那反過來講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回到 我剛剛所說的 確實如政委員 因為我是第十屆進來 這一屆是第十一屆 我確實是在過去的四年 比較沒有辦法去感受到說 我們原住民委員團結在一起 我跟我以前的想像 確實是不太一樣 那可是我覺得至少 如果是真的對原住民族 很重要的法案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之前大家一起努力合作 原住民族健康法 那我們其實雖然所屬不同的政黨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政團 但是我們全體一致 每一個委員都有提出 自己的法案版本 大家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很盡力 那最後促成三讀通過 我想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大家還是應該找個時間一起討論 有哪一些是我們覺得重要的 原住民族權益法案 那大家就一起來努力 我想現在的一個 商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各黨團的這一些黨邊 應該是會尊重 我們原住民委員的意見 是 謝謝委員 那其實政團跟這個黨團 我們等一下稍後可以再進一步的 來討論 不過在這之前我想先請教明媛 就是說從這一陣子二十號 開義到現在 當然也是很多的消息訊息 在立法院這個討論 那作為民團你怎麼看 就是在跟我們 剛剛聽到兩位委員 那三黨不過半 民團的角色怎麼觀察 因為本來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 它在尤其是說 我們都知道說原住民族 這個不管是從憲法位階也好 兩公約也好 或者是原機法也好 它其實在國內的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這個被推定為總國與國之間的 是有高度政治 這種高度政治的問題 它不單單只是法律的問題而已 那所以說在這種情形下面 常常會行政機關要做 往往還要看到他們所 我們想要說對應的母法 像說農委會會去看動保法 會去看野食動物保育法 會去看像槍炮彈藥 或者內政部看槍炮彈藥 以狩獵為例的話 那往往變成說我們會希望說 像以這個我們講說803的這個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我們會希望說它能夠這個位階 最起碼能夠回到 類似說憲法所講到的這個 尊重原住民族意願 那可是實際上面行政機關會 就是就於它本來的這個相關的法律 他可能會說 那我只能做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透過立法院 來進行這個相關的法案的推進 來去進行協商 因為雖然說我們說重要 可是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你的人口數 也只有百分之二而已 那所以說過去在討論 像說土地的問題 尤其是土地的議題 這個土地的議題 往往連在大會 可能都很難去討論到 那所以說今天在這種 我們講說三黨不過半的狀況下面 有沒有可能做一個我們講說討論 談判的一個空間 我們會比較期待說 這一次會比較有這個機會 尤其是像說過去 我們講零五年那個時候 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之前 那個那個態勢 那時候兩千零四年 那時候就是有一種 這個大家就是後來原住民 原住民族法案就是這樣子順利的脫穎而出 我們會比較期待這一次的態勢 尤其是我們相關我們有非常多的法案 都是在內政委員會 那能不能順勢 然後進行討論 然後被耽擱很久的法案 而且在這幾年我們幾乎說沒有過的 幾乎都每個都可以找出相關的例子 就是說因為沒有過 所以現在變成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期待這一次能夠有所不一樣 期待新國會 那其實剛剛影片在這個選前 高金素媒委員一直透露就是有希望 在這立院組成原住民政團 那我們看一下立法院組織法 第三十三條的第一項 就是他大概就是講到說 在每屆立法委員的這個選舉 當選席次打三席 而且席次較多的五個政黨 可以這個組成這個黨團 那席次相同的時候 以抽籤決定組成立法委員 依其所屬的政黨來參加黨團 那每一政黨以組成一黨團為限 每一黨團至少維持三人以上 那第二項就是未能依前項規定 組成黨團之政黨或五黨籍立委 都加入其他的黨團 那黨團未達五個時候 可以組成這個四人以上的政團 那簡單說這個黨團跟政團 還是有一些差異這部分 這個想請教委員 因為剛剛在影片當中 我們也有看到高精委員 有提到說好像有跟國民黨團 這邊討論過 那國民黨也滿支持組成這個 所謂的政團或黨團好了 那但是後來好像法規上有一些不行 這個委員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補充一下 這個部分 有關高精數美希望成立這個 顏著名的政團 這個部分他有先跟我交換意見 我有跟他說如果能夠成立 我願意加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後來他就先去問了立法院 負責這個業務的部門 負責業務的部門就告訴他 這個要已經有 有屬於怎麼黨的委員 譬如說我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那怎麼辦 我只能參加 這個國民黨的黨團 如果我要加入原住民的政團 那時候我就必須要退出 退出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就是不能當以國民黨的 就是不能有這個黨籍了 變成要無黨籍 對 你要無黨了 是因為是立法院的一個工作人員 而且他高精數美還把那個 立法院的所傳給他的文字 也傳了給我 是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高精數美考量到這個部分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立法院組織法 三條的一個修正的條文 他也傳給我 我也這個 我也這個共同 我也加入共同的提案 目前我在來這裡之前 先問了高精數美立委辦公室 目前到底有幾個人 有去連署 現在目前有共同提案的 除了高精數美是提案的人 我也共同提案 然後那個蘇清錢 屏東的蘇清錢立委 他也簽了共同提案 另外有兩個簽了這個連署 所以還沒有達到這個人數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契機 所謂的契機就是說 原住民的法案 因為基本上國民黨團 或者是這個民進黨團 尤其是民進黨團 他因為是 現在目前是執政 所以行政院所提出的 相關的原住民的法案 未必都是能夠符合 原住民的這個潛意 所謂的潛意就是說 因為各部會有很多不同意見 中央我們研明會是希望的 那可能很多的部會會有意見 不同意 所以就會退收 尤其是到了行政院 政務委員的一個審查 那有沒有很勇敢地去說服 去說明 我就舉一個例子 像當初我在中央聯明會 服務的時候 我們提出租屋補助 送到行政院 當時的那個經建會副主委 就是現在的政務委員 他就說原住民是怎麼一回事 租屋還要補助 但是我做了很詳細的說明之後 他同意了 十四三年以後 擴大到全台灣現在 所以 所以原明會的相關的人 有沒有很... 這個有沒有說服力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到了立法院 才是一個最關鍵 最關鍵 怎麼樣讓自己的 假設我們還沒有 原住民政團的情況之下 原住民的立委 怎麼樣去說服自己的黨 能夠去支持原住民的更重要的法案 的條文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當然現在以現行的立法院組織法 是沒有辦法成立原住民政團 那能不能修法 看起來目前連署的人還那麼少 是 所以就算連署通過了 是不是會接受 都還有待考驗 那這個政團或是這個黨團 這部分也想提交委員 就是說有沒有跟其他委員 有討論這個部分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關於這個部分 因為還是圍繞在商黨不過半 是 到底那個契機在哪裡 我就先講八席的民眾黨好了 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月十四號以來 一直的討論到二月一號就職 直到現在也是一個月了 那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國民黨五十二席 再加上五黨兩席合作 那即便是民進黨五十一席 你可以看到這個民眾黨的這個八席 目前來講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 反而有可能被弱化 邊緣化 因為其實各兩黨自己 處理掉就好了 那願意合作就合作 如果說不願意合作 好像也沒有什麼合作的空間 那大家也都在觀察 也都在預言 那到最後會不會被邊緣化 被弱化掉 所以這個也是要思考的部分 總委員 好 剛才提到這個 到底成立原住民政團 對原住民的法案 或者是預算 有沒有 怎麼樣會成為一個關鍵 剛才講的那個辦公室 什麼那個都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成為黨團 或政團的時候 所有要經過立法院 三讀通過的這些法案 每一個黨團要簽制 不簽制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法案 對原住民的權益有損 或是還不夠好 應該要更好 我們所提的條文沒有被接受 那我們不簽制的話 原住民政團不簽制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直接刪讀 除非他表決 在表決的過程當中 你說民眾黨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當然如果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能夠跳脫自己的政黨 因為基本上 尤其是現在是民進黨 繼續執政 通常他們不會支持 我們很多的希望更好的法案 通常行政部門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的這個 原住民的立委 拋棄自己的政黨 我就支持 當然第一個就是在野了 國民黨團是不是支持 民眾黨團是不是支持 基本上因為執政的那個黨團 通常會去尊重那個 行政院的意見 或相關部會的意見 或有這種情況 我們就講這個原住民 最重要的剛才 你也提到了 原住民族基本法 最重要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當時是國民黨多數 民進黨執政 陳水扁執政是少數 我那時候是副主委 我跟普中成是國通協調 國民黨團很早就簽制了 就剩下柯建民總召命的監製 我們去說服他 我又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也是在這個 禁法補償條例 第八屆的時候 我已經是立法委員了 第八屆禁法補償條例 國民黨是執政的 國民黨的這個行政院 都已經編預算了 預算都編了 林將毅都已經編預算 但是這個條例還沒有通過 國民黨希望能夠通過 而當時 很奇妙的 當時 為什麼 已經知道蔡英文會當選 還沒有投票 已經知道會當選 所以柯建民就不同意 不同意這個法案 他說乾坑法案 都有歷史紀錄 我們當初高金樹美 我還有簡東銘還有幾位 國民黨的立委 就堅持 而且甚至我們那時候 我們跟王金平院長說 如果一定要先審這個法案 我們要先審這個法案 我們預算不讓通 我們會霸佔主席台 因為王金平院長很特殊 他不會去把我們欺理 王金平院長 是這樣的一個個性 所以不得不 民進黨後來也同意 所以我們這個怎麼樣去展現 我舉這個例子 所以我聽到這邊 我其實對這一屆起 我很有期待 對 我們要展現 因為你們又多數了 所以我們應該所有的法案 都很容易通過 我們要展現 所以原住民的立委 也要先表現出來 表現自己的團結 其他的政黨 他就會去重視這個部分 民元做一點補充 對 我就這邊做一個結論 我是覺得說 因為目前 國民黨加五黨團結聯盟 就是高金這邊 其實就是四加一了 如果要推 其實這個可以直接做了 就是說要成立政團 就包含說這修法 因為它其實就 政團就四人以上就可以了 那就四加一 那至於說 因為其實在條文裡面 也說依照委員意願 因為確實在 不管是立華委員 或者是成英委員這邊 對 就是因為有執政黨的 這件事情卡在那地方 那這個部分 可以用策略聯盟的方式 或以前有提過的問政會 或智庫的方式 做一個我們講說 適度上面的 兩邊相互有無的方式 來進行法案的推動 我覺得現在去卡在這個 是否要成立這個政策 我覺得這卡這個有點程序上面的問題 因為現在目前就是四加一 這是絕對多數了 那所以說其實是可以 我覺得是有機會 退掉下一步局了 是 好 謝謝明媛的補充 我們討論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消耗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現場 立法院正式開議之後 下一個挑戰就是各委員會 那立法院在二月二十九號會舉行 八個常設委員會的招委選舉 那也讓各位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就是立法院它有八個常設委員會 那根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的組織法 這個立法院各委員會會有兩位的 召集委員 那各委員會的這個召集委員 在每個會 會由這個立法委員 來這個互相互選產生 那這兩位召集委員會互相輪流擔任 也就是說選出召委之前 各委員要先進入這個委員會 原住民立委的部分 在民進黨部分 吳立華委員 一屬這個財政委員會 那這成英委員是會繼續堅守 這個未還委員會 那在國民黨的部分 黃仁是規劃這個國防外交 那曾天才委員是選擇經濟 那林欠琪委員是希望在這個 教文委員會 那如縣一規劃在未還委員會 那另外這個五黨籍的高金素媒 規劃在內政 這部分想先請教這個委員 就是說這一次因為您過去 是在這個內政跟教育 對 教文委員會 那這次選擇這個財政的委員會 對您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第十屆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我是教育出身 所以想當然而我就去填了 教育文化委員會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幹嘛要守在這裡 因為八個委員會 像我有時候一天會去質詢 五個委員會 我發現說每個委員會 其實如果您有時間 我們都可以去關心 各自的一個原住民議題 在那個委員會所安排的一些議題 那所以我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決定去內政委員會 那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在內政委員會 不單單是因為原民會在那邊 其實像我們的內政部 它是天下第一大部 那裡頭像很多關於營建署 土地的部分 或者是像這些我們的很多警察的問題 我就發現說 我應該到那個地方去做一個學習 那我最主要是為了土地的問題 那轉換別的委員會 我特別去財政的原因是 因為有人跟我曾經聊天聊到說 你們原住民委員 好像都沒有去過財政 後來我就問說 那財政委員會有什麼 舉個例子我就聽到 我們未來 我們很關心的山林探會 它就是在財政委員底下 會有一個所謂的探交易所 那又例如我們一直在談的 原保地到底能不能夠成為 銀行的貸款融資 所以我過去其實經常找金管會來 那其實也有一些就是進展 那幾乎大概已經可以快要有眉目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乾脆去財政委員會 更重要的是 我們原鄉很重視的財政收制劃分 又或者是我覺得 我想要把原住民一直在談的 像第一個 我過去也有找金管會 那原民會也有補助 就是我們在疫情那個期間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我們看得到吃不到的原因是 我們有清償債務的問題 所以當時原民會已經 透過金管會的合作 有補助給我們原民會的金融輔導員 就是給他獎勵金 讓他們能夠積極主動的 去幫助我們的族人做清償債務 那可是我覺得更大的問題是說 我們的整個得到的金融服務 像普惠金融這個部分 又更進一步的 我們一直在談產業 可是國外的原住民 有很多是在做事業 所以財政部底下 有一個所謂的促餐 那怎麼樣用公共的一個政府的建設 去投入到原住民 因為未來我們要談原住民自治 很重要就是裁員問題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財政委員會這邊 都可以接觸到 也可以去質詢 關心 政委員上屆是在內政跟交通 那這一次好像選經濟 您的原因是什麼 這一次之所以會到這個經濟委員會 最主要第一個我們的前輩 過去有兩個在經濟委員會 目前因為已經沒有再繼續 擔任立法委員了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到經濟委員會 因為最主要經濟委員會 主要的部會就是這個經濟部 經濟部就是這個相關的像水利署 我們的河川區域 我們的相關的農田水利 或者是說這個農業部裡面的水保署 或是這個水這個林務署 這個這方面都跟我們原鄉地區 都有直接的一個關係 所以還有包括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發會 他因為涉及到整個很 聯名會很重要的中三層計畫的 測定都會有關係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經濟委員會 就成如剛才吳委員所提到的 事實上立法委員 各個委員會都可以去質詢 對 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這個我跟吳委員 是比較會到各個委員會去質詢的 我們這個所以會很辛苦 事實上 到處跑 也確實是我們原住民族的議題 各個委員會都很重要 好 那藉這個機會 我想請教兩位委員 就說好 那我們也跟觀眾朋友 做一個宣誓 這個會期 我們最重要的三個法案 想推的 鄭委員 基本上 最想推的 對 有的法案已經通過了 所以我還是很期待 這個作為執政黨的 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我就講這個 部落公法人 部落公法人 立法委員也有提過 有 我的政見 部落公法人 現在這種問題出在哪裡 部落公法人 我在一百零四年就提出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之一 也三讀通過了 三讀通過了 部落可以成為公法人 現在就是中央延民會要 依第二項要定設置辦法 只是定一個設置辦法 授權中央延民會定設置辦法 尤其是我們的蔡總統 在一百零五年八月一號 向原住民族道歉的時候 就提出 部落公法人已經上路了 部落公法人的制度 我們已經推動上路 但是已經快八年了 所以我跟武立法委員 我們一起去拜託 嚴明會主任委員 要推這個 嚴明會就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條之一的第二項 嚴明會就可以定這個設置辦法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是一個已經有的法律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法律 還沒有完成 雖然以現在這個 嚴住民族土地及海藝法 是嚴住民族基本法所明定 要制定的 當然我認為這個是最優先的 就法律案來講 我認為這個是最優先 因為這是嚴住民族基本法 所明定應該要制定的 我原來三個 三個就好 那我當然跟他有之一同了 我這樣說 其實部落公法人 在我這一次競選的證件當中 我有放進來 是 我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我寫的是原住民自治法 原住民族自治法 但是我進來之後發現很難 很難的原因是 但是我在內政委員會 這樣子來來回回 我發現說 原住民自治法的行政院版本 自己就歷代以來就 奇異 很奇異 連條數都差異很大 那原住民委員 各自的版本之間一樣 內容奇異很大 連條數奇異也很大 所以我認為說可能 這個要回歸到 部落公法人要先確立 因為看起來這件事情 應該是由部落公法人 成立之後 由部落公法人 就是各部落之間 應該是自己去討論出來 那自治的事項是什麼 自治的形式是什麼 所以我就跟正天才委員一樣 我就比較回歸到現實面 那這件事其實過去的四年 我也不是沒有去關心 我後來找了幾個部會來 我問他們說 為什麼部落會議 具有法律地位 可是部落公法人沒有 部落會議主席沒有 縱觀起來 我們可以確立的是 其他的法律賦予了部落會議 部落智商同意的一個法律地位 因為其他的法律像是礦業法 他就會提到要進行 部落智商同意 所以是因為別的法律 反而賦予它有法律 那我也就跟他們提到說 那既然如此 是不是我們就應該要去 讓部落公法人去成立 他們也不反對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幾個委員 我們就是要去跟原民會 溝通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在這個戒期 我認為是有機會成功 那第二個就是 我也很期待原爆條例通過 原爆條例 因為那也是我第一次 跟第二次的政見 我都有放入 我覺得我過去在縣政府 擔任原民處長 雖然只有短短三年半 但是我已經可以感受到 原住民的土地問題太多了 需要一步法 趕快來為大家解決 要不然我們現在 我們都已經有國土計畫法 但是卻有這麼多的 原鄉土地的問題 在那個地方耽擱著 因為再不解決的話 原保地快要沒有了 那第三個的話 我想因為我是教育人 我還是想推原住民族學校法 但是我也要修 偏鄉教育條例 因為我們的原鄉的教育 這幾年因為少子化 我們的衝擊是也滿大的 就是我們的師資的來源 還有穩定性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師資 那這個可以透過 偏鄉教育條例 因為我過去還在擔任 校長的時候 就一直在催促 原教法的修訂 那已經完成 但是偏鄉教育的條例有修 但是不如我們當初所想要的 那像反歧視法的話 我想今年應該 當時我質詢內政部長說 今年一定會出來 但是他的主責機關 應該不是在內政部 而是在行政院 明淵 原民團體期盼的這個優先方案 在這一個部分我們其實 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說其實我們從 二零一二年開始 就是我們其實我們台灣 其實每三年 每兩年 都會進行一次國際審查 就是公約的國際審查 因為我們有簽署 兩人權公約 以及有簽署這個 就目前現階段還有一個 消除一切歧視的 種族歧視公約 還有一個包含說 婦女保障公約 跟兒童權力公約 那所以說其實這十幾年來 我們其實每年在審查的時候 其實那個審查委員 就是這些國際專家 其實有針對台灣原住民族 有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這些問題 你們所產生 你們目前面臨的困境 為什麼十年前跟十年後 跟現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我們目前 面臨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困境 是說與其去看說 我要制定新的法案 那為什麼原本的法案 完全都沒有 對我們的權利 完全沒有任何的保障 我們一直不斷地看到說 族人在面臨到這些法律 就是不斷地違法 不斷地違法 那現階段我們一直在提說 那我們能不能夠有一個更有效的 不要用管制的方式 因為我們是用這個 現行的槍炮彈藥 或者是現行的森林法 管制中去尋求一個 可憐可憐我們吧 我們很可憐 給我們一點深入 用這種方式來去看待 原住民族的權利 我們應該要更積極 我們是在做一個山林治理 所以現在林務局跟原住民 簽訂這個狩獵制服管理 我們應該要從這地方去看待說 不管是今天是 我們要進行採集 進行狩獵 所延伸出來是狩獵工具也好 像以前認知還講捕獸夾 像槍支的問題 這應該是有一個正面的方式 來去看待山林治理的問題 在看待核育治理的問題 而不是說這個全面盡獵 全面管制 全面不能進山 你們原住民族比較可憐 我給你們一條深入 那可是我們的族人 一天到晚在違法 那另外一個 像剛剛也提到土地的問題 其實土地的問題 那個我們要去框 不管保留地多大 我們不管說這個要定得多細 過去的是這個可能是一個管理辦法 我們現在要定到條例 我們要三讀立法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從原民會把諮商統一權 私有土地的部分拿掉之後 我們這十年來 所有的原鄉土地 受到這種大規模的 財團的進行開發 像說目前在東部 進行的地熱開發 有哪一個有問過部落的 對啊 沒有 就因為全部都私人土地 所以我不需要經過你們 部落會議同意 那我們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不經過部落會議 因為用膝蓋去覺得說 那個明明就是會影響到大家的 尤其是像說地熱開發 你如果要超抽的話 那有可能會去影響到 那個我們講回注水 可能就會影響到 當地溫泉的 溫泉的 我們講 不管是野溪溫泉 還是溫泉業者的 他們的 因為有很多都是自己族人 那我們完全無從智慧 因為 不好意思 台東縣政府 就是說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不是私有土地 我們就卡在這地方 所以剛剛委員提到說 現在國發會 因為目前在推動公正轉型 我們要有一套 我們自己回歸 我們會包含說智商同意的 我們講說那個FPIC 事前自由知情的這個同意權 回到原住民族本身 我們應該可以怎麼做 那其實在這個會期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不一樣 是因為它是一個 現在國會變成是一個 反而是一個戰場的 那過去可能是在行政院這地方 然後各部會在那邊吵 那可是現在是立法院 變成一個戰場 我是覺得說有一些 包含說剛剛提到的 部落公法人也好 或者是說像剛剛提到原保地 我真的是比較期待是說 能夠像當初的原建法一樣 我們有一些公聽會的方式 來去收整一下 因為其實這十年來 有很多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有包含說像剛剛提到公法人 那我們其實有一些部落的狀況 會覺得說 目前的部落核定是有問題的 像說一個部落被裁成好幾塊 或好幾個部落 被放在一個部落裡面 那其實在過往的很多的實際上面 我們操作案例都有遇到這些問題 那所以也比較期待是說 這個國會這地方能夠 能夠站出來 就是說包含說公聽會 帶頭我們講說真的把法案推動 而不是都是等 我必須不好意思 因為兩位都是老立委 因為也沒有老 不老 就是前輩之身的 就是因為過去確實有一個行政 在帶在前面的感覺 那立法院這邊都往往好像是 比較退在後面 那所以我們也能夠比較 民團這邊比較期待說 在這一屆的立法院 真的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契機 跟不一樣的這種感覺 我們講說新的希望這樣子 謝謝敏原的建議 我們討論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現場 那我們也來看到這個行政院 在日前有提出野保法的 這個修正草案 那其實這次的修正重點 有四大重點 包括刪除現行預防農損 或是原住民狩獵 例外的使用這個 售夾的規定 也就是全面禁用售夾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是增訂原住民非營利自用的狩獵要件 那被查制 以及未經許可 這個獵捕寶育類野生動物的 這個行政法 那當這個部分呢 可能跟這個王光路案有關 那第三個呢 就是先前的這個六府村 廢廢逃逸的條款 增訂這個寶育類野生動物 失憶的這個圍捕的費用 要由這個四組來擔任的規定 並且加重未通報 或是未積極圍捕的這個罰則 那最後呢是擴大的這個 得沒收或是末入犯罪 這個違規的這個相關物品的範圍 那這個族人關心的狩獵議題 包括在布農族的獵人王光路 在日前二月十七號最高法院 也召開了這個開庭辯論 那這個審判的結果呢 將會在三月十四號出囉 這部分我想先請教敏元 怎麼看目前這個行政院提出的 這個野保法的這個修法的 這個四大重點 其實就是 其實跟剛剛講的 就是說這是哪邊 哪邊有破網就補哪邊 對 那因為當初 就是以王光路案為主的話 因為其實803就已經做出 已經做出解釋了 那大法官也認為說 目前的這個規定是 就是我們講說 目前是許可制 但是規定是有違 我們講說回到那個 不管是原基法 相關是違反的 那所以這一次把這個 我們講說把被查 報備這件事情的精神納進去 其實就是符合803的這個 整個修法的意志 那可是就變成說 我們還是會比較期待是說 它能夠有一個比較正 我們講說就是原住民族 狩獵這件事情 不要放在管制的 就是野保法管制的這個部分 因為你看話說回來 就是就直接跑到了這個 原住民禁止使用授夾這件事情 那其實也是一種狩獵工具 那狩獵工具 因為它這個授夾不在這個 那個我們講說槍炮彈藥的 這一塊去管 所以它就放在這地方去管 那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只要相關原住民族的權利 我們講說狩獵這件事情 只要是放在相關的國家的 管制法律裡面 我們就只能不斷地看到破洞 然後不斷地去補 對 然後這種補 我們就講說 從過去的 以狩獵這件事情 過去最早是蔡宗臣 我們講說那個席德丁的槍 然後到 就排灣族的 然後到後來的王光路 然後這就是變成是現彈槍 那接下來還會有哪一位 就是我們不斷地會面臨到這個 就是說當我這件事情 不從管制的心態 轉成三菱治理的這種角度的話 我們只能不斷地補破 所以說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是比較期待的是說 我們能夠有個更積極的 那當然還是要靠兩位 立法委員的努力 那所以說在這一次的 這整個修法上面 其實就我只能說 就只能因應現狀 然後來去看說 希望說接下來不會再有問題 那只是說受假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是管太多了 鄭委員怎麼看 這次的修法的方向呢 有關原住民族的狩獵錢 是 包含兩個部分 剛剛就提到了就是淚槍 淚槍的部分 這個事實上 憲法法庭也說這個 現在的條文應該要趕快修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修 而且法律已經修了 是授權辦法 很可惜這個辦法 到現在已經超過 應該要通過的時間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繼續努力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 野保法 野保法的部分 這個事實上按照 原住民族基本法 非營利之用早就有了 九十四年二月五號的 山土通過的 原住民族基本法就有了 一直到現在為什麼現在才送出來 還好我當初 在第九屆的時候 就要求行政院 能夠透過解釋 所以現在是透過解釋 是可以的 現在等於把它正式納入條文 我們應該的 但是對於我們所狩獵 還要去先申請 所以我自己提的修正條文 全部都備查就好了 全部都備查 是 委員呢 針對這個野保法的修法法 對這個方向 這一次我們送出來的 野保法的草案 我個人還是非常的不舒服 其實不舒服的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除去所謂的族群本位 族群主流化這件事情 基本上這個捕獸匣 它不單單是狩獵工具 它還有一種作用就是 農損的防治 而且它是生活中當人民 還存在著這種需求的時候 政府不應該用完全禁絕的方式 那我覺得合理的治理 你至少就像我們的獵槍專法 管理辦法一樣 你也要去訂定 什麼人可以使用 什麼時候可以使用 材質是什麼樣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蠻肯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政府 在人民還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你卻完全禁絕 難道你是希望它地下化嗎 那未來我們是要實時處罰嗎 又跟獵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治的做法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三位來賓 包括委員還有民員來跟我們談談 在立法院的這個新戰場 我們未來怎麼一起來努力 那也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週三同一時間 繼續鎖定世代對話 本集結束 會和大家一樣 來別人 我們有機會 加入他們 那也有機會 階段 剛才才會 Mm 是